309章 再见坛儿圣 哼 此人野鸡没有得手 立刻退远 懒伸道 一个杰丹初期修士 也敢设服于我 你的脸稀之术虽高明 可惜 道爷的神识早已不发现了你 莫天歌心中一灵 原来如此 他以为自己神识够强大了 可这人的神识也不弱 在他隐匿气息前 已经发现他了 这一点以后要注意 千万不可再疏忽 不过此人虽是结代后期 又是见修 他也不会怕 如何使用天地扇 他已经摸到了门道 要有四象百花阵在此 胜率极高 就算不胜 他也能跑掉 四象百花阵启动 光芒顿线 四象神兽在四角隐约的闪动 光照之上 还有无数的花瓣飘飞 不管是四象还是百花 都是灵气闪现的后果 并非真实 可其中隐藏的杀鸡 却是真实的 剑光再一次闪现 从窗而入 却在处得四象百花阵的一瞬间 被光照挡着 同时 无数的花瓣向外涌去 几乎将此人吞没 透过窗子 莫天歌看到这人拉着唐圣 周身剑光飞舞 将所有的花瓣都打在外面 最后 剑气激荡 将花瓣全数震退 花瓣散去 露出里面穿着轻衣的南修 是你 莫天歌失声喊道 听到他的身影 这两人同时一震 唐圣随后大喜 夜长老 这个身穿轻衣的结单后期剑修 便是锦行纸 锦行纸还了动作 露出疑惑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 似乎才认出他的身影 你是 莫清威 莫天歌振其在手 轻轻一挥 似向百花镇天袭 他道 不错 金道勇 好久不见 虽然平静地说出了这一句 莫天歌心中却是惊涛骇浪 最后一次见锦行纸 正是那次遇到松风煞人 鲜鲜被设计 后来他清醒 锦行纸已经不在了 秦夕让他早已不先走了 这个举动让当时的莫天歌 觉得松了口气 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 可看到锦行纸 总是不愉快的事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 他与秦夕过得很好 早就将锦行纸 抛到脑后 却没料到 他也从天魔山逃出来了 还在这里遇到 锦行纸沉默了一会儿 才到 好久不见 房间内灯光亮起 莫天歌推开窗口 锦行纸带着唐圣 落了下来 十多年不见 锦行纸还是老样子 只不过他此时 似乎有伤在身 周深的灵气 有些不稳 唐圣却是高兴了 一看到莫天歌的样子 受心惊喜 叶长老 真的是你 你进阶结单了 莫天歌向他微笑 唐圣的修为 仍是筑记中期 不过 遇到了顶峰 也许此次到宽吾 便是历年来的 而后对锦行纸道 金道友 不知我这位朋友 哪里得罪了你 若有的话 我先带他向你道歉了 锦行纸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唐圣 皱了皱眉 你们认识 正是 莫天歌人是笑道 还请锦道友 高抬贵手 过了一会儿 看锦行纸没反应 他又道 若是我这朋友 有什么得罪之处 锦道友且说来 我替他赔偿 赔偿 锦行纸 锦行纸四笑非笑 瞥了他一眼 轻微 轻微道友 如何赔偿呢 这位小朋友 可是身具纯阳体质 对女修而言 是财谱的好对象 这般人物 怕是赔偿不了吧 莫天歌神色一脸 锦行纸 竟知道唐圣的体质 这个唐圣 究竟做了什么 引起别人注意的事 要知道 体质和灵羹 虽然隐瞒不过高阶修士 可高阶修士 谁那么无聊 没事 会去查看低阶修士的辞职 不过 锦行纸话音一转 既然轻微道友说了 那我也不好不放人 这小子 道友只管临走就是 他的目光闪了闪 却诱导 只是不知道 守静道友知道了 会不会吃醋呢 莫天歌顿了顿 脸色冷笑 这个不需要 见道友操心 锦行纸笑笑 也不生气 对唐圣道 小子 您可以走了 这么容易就得了自由 唐圣有些不敢相信 前辈 你真的肯放了我 锦行纸 垂下眼眸道 若是其他人来就罢了 莫轻微开口 我岂南不云 锦行纸 这么给他面子 莫天歌本应高兴 可他话里的意思 好似两人 有什么特殊关系似的 这让他心中 憋了口气 正觉得恼火 却听锦行纸 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 先前是我对不起你 和秦守经 今日把这小子还你 就当是还清了 莫天歌一正 心中的不快 烟消云散 那件事 并非锦行纸的问题 他一时落入了算计 但他还是觉得 自己对不起他和秦夕 也算是有些情义了 沉默了一会儿 莫天歌轻轻开口 多谢锦道友 锦行纸摆摆手 寻了张椅子坐下 正要倒杯茶 却忽然咳了两声 莫天歌听得出 他的咳声里 灵气翻涌 显然是有伤在身 压不住了 他想了想 从怀中 取了一支玉瓶放下 这些丹药 算是我带他谢你的 之前听唐圣与他谈话 锦行纸是从别人手中 抢到了唐圣 从这点来说 算是他救了唐圣 锦行纸的目光 落到玉瓶上 没有拒绝 那我就不客气了 莫天歌微微一笑 向唐圣使了个眼色 既如此 我们先告辞了 后会有期 锦行纸点点头 却转过身 不再看他们 莫天歌手一挥 进出白丝帕 带着唐圣飞离 天色已暗 昆中城城门关闭 城门设有禁止 破镜十分麻烦 莫天歌想了想 带着唐圣 寻到玄清门 赤于昆中城的封院 暂时落脚 一位结丹长老的到来 让着封院中的主事 十分紧张 得知莫天歌 只是借宿 便喷出了一间 极好的院子 等到两人 在院子安顿下来 莫天歌挥腿其他人 才有机会问唐圣 怎么回事 你为何到宽武来 还落入别人手中 唐圣看到一杆着急修时 对莫天歌 恭恭敬敬的 正惊奇着 听到问话 忙答道 叶长老 我是来寻你的 哦 莫天歌更不解了 当日我留下了身份姓名 即使来寻找 到玄清门求见就是 为何去中途被人抓走 究竟出了什么变故 还有 你来寻我 有何要事 总不会是 毕宣格出了问题吧 听到问话 唐圣立刻把这些事情 一点一点告诉他 不敢遗漏 原来唐圣来到宽武 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这么些年 毕宣格一直没有出 结单修时 唐圣也就一直担任 长老之职 不过 自从在东海中 发现了临时矿卖后 毕宣格的情况 好了很多 需要什么丹药 灵物 也都买得起 唐圣来的宽武 却是因为 毕宣格 有两位后妻修士 修炼顺利 可以为结单准备了 而结单的丹药 就算在宽武 也是拿着临时 买出买的 魏浩兰不得已 想到墨天歌 怎么说也是大宗门弟子 说不定有门路 就想来寻他 想想办法 唐圣听说此事 力争到宽武一行 魏浩兰原本不同意 可唐圣很坚决 磨不过他 便让他来了 说来也倒霉 唐圣已经不是宛瑞 什么也不懂的唐公子 一到宽武 一直低调行事 可他一身世家公子的模样 到底还是引来了歹人 他的实力本也不弱 反杀之后 悄悄遇到一位元音修士 对他起了兴趣 结果一探之下 发泄他的体质 当下就把他抓了起来 当时正是天魔山开启的时候 这位元音修士 把他带在身边 进了天魔山 原本是打算天魔山出职之后 再出职他 似乎是准备给晚辈当炉顶 谁知天魔山出了那等变故 这元音修士在天魔山中陨落 唐圣就落入了这修士的弟子手中 这元音修士的弟子 修为已是劫单中期 因为玉神功危险 这元音修士就让自己的弟子 先把唐圣带出天魔山 也是因此 两人逃过了一劫 那 进行直救了你 听完唐圣的遭遇 摩天歌吻 唐圣微红着脸 点头 算是吧 我们从天魔山出来后 那胖子受了重伤 就躲在玉恒山养伤 那十几年 我逃了好几次 都没逃掉 后来他伤好了 不知道想把我带到哪里 中间遇到锦前辈 他们是同了 可锦前辈似乎跟他有些过节 然后就打起来了 那胖子本来以为锦前辈受了伤 不顾同门之意 想趁机杀人夺宝 结果 还是被锦前辈杀了 是这样吗 莫天歌喃喃自语 对了 刚才唐圣说过 抓他的原因修士 道好福林建尊 正是古剑派的原因建尊之意 锦前指 居然跟他的徒儿打了起来 看来他在古剑派的日子 果然很不好过 现在还杀了头吗 身上带伤 只怕是回不了古剑派了吧 想了一会儿 莫天歌摇摇头 锦行指的事 不必他操心 想到唐圣 叫那杰丹兴师为胖子 却叫锦行指为锦前辈 他问 锦行指 但你还好 唐圣迟疑了一下说 除了不让我走 偶尔还点拨我一下 说到这里 他不好意思地抓着头 抱歉了 叶长老 锦前辈刚开始说 要拿我去换疗伤丹药 所以 我一时紧张 就用了万里传音符 让你跑这么远来救我 莫天歌笑道 这没什么 那锦行指 可不是善男性女 哪怕对你还不错 可也不可能 真的无条件放了你 以我看 拿你去换丹药 有六七成 说的是真话 是吗 唐圣想了想 却是叹了口气 我也知道 他不一定是好人 但对我也不算太坏 我原以为自己够小心了 到了昆武才发现 自己还是差了许多 这般说话 这唐圣 却是成熟了许多 也是 他的年纪 并不比莫天歌小 他们分别又有几十年 唐圣有所成长 也是必然的事情 莫天歌微微地笑了 唐道友 这也怪不得你 你没来过昆武 自然不知道此处的情况 何况 你没有遮掩体质的东西 若是被高级修饰盯上了 很容易就被看破 等级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